这个天气确实是很热 但是这个新窝子却是白凉白凉的 我们这个苹果是在收拆的过程当中 它这里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反正看到有这种采光好呢 工业是少呢 它就是要跟我争回来 像这个2014年的林木天宇 原采原福 这采子才开七万多工业 你说像这种采 不说它 我看到我也舍不得住嘛 你们看到是不是 2014年的采 十年时间七万多工业 你们行还是不行 有句话叫做 你们行秦始皇还杂 还是行过胖子 你们行哪一个 那我们看看这个采子的一个类似 这个就是 团阵一手采 都算不算二手采 这个采子还没有任何的过副之说 还没有过给我们 看到没有 这是双品采对 我老实来说成皮股双品的作业 这个是个双品采 来看看后排嘛 是不是多巴士啊 这个就比较适合城区代不开 就是你刚刚拿到驾照也好 或者是你对于这种庞然大物猛头头 你觉得 哎呀我这个采访为听采 给那个倒采入库 可能会要老的老名 像这种采子就比较适合 而它现在的一个价格 来也就两万多块钱 要是呢你林木天宇 七万多工业 还是个自动当两万多块钱 你敢想 然后这儿还给你们看哈 看个惊喜 这儿我们还有一台这个车 这个我们的大宋宝来 而且这个宝来还是个新款的 是改款的 当然不是啥子经典子的新款 那还是有点 这个错词还是稳当些 这就误导你们了 那你们看啊 这是不是改款的宝来 以前的宝来不长这个样子嘛 这前年已经非常的时尚了 2014年的车也是一个艺术车 1.66AT的一个变速箱 这个车子 我给你们说今年这个价格 真的是跌到谷底了 你去年只买个14年的手动当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车上同行 在我这儿拿的一个外地车 都拿成三万多点 今年这个手动当两万多 而且全车进手间 还是原版的一个状态 你们看这个类似八马式 这个车子就跑到12万多过来 可能也有朋友说了 嘿 你哪个车才七万多过来 你这个才12万多过来 那不是公顶数就多了吗 我跟你说 这个车叫正常的公顶数 像那个天宇哈 那种公顶数就是 所以非常少见的了 所以说为何就像那种车 我们看到有些烧骨 这里没有不心动的理由 那么这个车子为何这样说 它又不是22万公顶 哪怕它就是22万公顶 一个大种车 你觉得它又能开始啥子毛病的 大种车它为什么就是 要保持一点点 不就是因为它的三大件 和稳定嘛 不缺水不缺油 你车把金开就对了 我旁边这还有个这个车 对 我们的摄像头会对过去的 这个是15年的雪天龙许家 还是个自动单高牌 还是全真皮车业 价格比它还便宜 为什么这 只有我这个大种卖的贵 哪个车卖的便宜吗 不 都是正常的一个行情价 就因为雪天龙没有它保持啊 知道不 但是你说这两个车子 开起来形式质感 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觉得 嗯 雪天龙它那个底盘哈 开起来还要 反而还要更厚重一些 真的 但是还是看 看你们更喜欢两个 反正还啥句话 买车子哈 真的要买个你喜欢的车 不要买个我喜欢的车 我喜欢啥子车 我喜欢土耳车越小越好的那种 作为一个新生旅士街哈 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庞然大物 太大了 我一点防线感都没得呀 好了 我就这个太热了 我要去拆防线了